边境松绑三家四心智上路 也让大家出国意愿大增 韩国政府6月1号开放申请 国内第一位申请访韩观光签证的民众 今天早上临阵预计下半年 到韩国首尔享受13天的旅行 他表示疫情爆发前 他每年会去韩国旅行 2到3次疏解工作压力 真的太久没出国了 根据统计驻台北韩国代表部 申请短情观光签证的人流络绎不绝 目前的预约状态到7月26号都已经额满了